chief 鴻琦 是 大哥大久 非常有禮貌的真男人 也讓所有的美女朋友們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可以看到 鴻琦琦從歌手 讓大家看到你們 戲劇上的作品 就我們所知 不管是你們粉絲 或者是觀眾朋友 換給你的稱號是 校園男神 校園男生也等同于所谓的男孩的意思 在男孩界等于是男孩界的男神 但是对于李玉玺来说 你不可能屈就于还是当个男孩吧 对 其实虽然长得比较看起来年轻一点 自己讲 但是还是修备方式男人 是 对我们也要透过今天的记者会 也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见证到 男人未食毒的李玉玺 那当然除了是刚刚自己特别提到 虽然长得稍微年轻一点点 但是呢 更有真男人所谓的个气的感觉 那在今天也要请于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有特别拍摄的一个 在里面饰演的 好像有一点犹豫不决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 就是勇敢表白的一个社会这些人 其实我一直都是蛮直接的人 对 所以那现场你感受自己够直接 我们要直接下一个挑战给你哦 好 你可以在全场这么多的歌众朋友面前 直接告白吗 可以啊 不难吗 不会 是 但如果凭公告白这件事情 对于媒体来说 应该没有所谓的能够捕捉到的 一个重点新闻画面 所以我要邀请到在影片当中的 女主角来的写进货 就是看到里面视野的这个 社会新鲜人 李玉玺 他拿着全新的S3的电斧刀 回头叫了一声 白白 白白什么呢 好我们要带着请李玉玺 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那在这之前呢 要请白白玉玺 先跟现场的媒体朋友 跟贝贝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好吗 呃 现场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白玉玺 白白 哎哟 跟我交往 啊 等一下 那我们只是让白白玉玺打个招呼 真男人就一把楼过去了是不是 还没开始 对对对 可以之后 是什么 好 这件事情就是要透注一个男人 就要看这个女生细心 就要试试看 林玉玺 白白会不会就是呃 非常熟练的帮真男人呃 系上衣带 好不好 来我们请郭顿园园 先把两位的迷克朋友 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 第二个动作 看一下衣服是不是够平顺 对吧 第三个动作 是要先测量一下他的头围 是不是真的能够 好 慢慢 慢慢 好好好 对对 会不会 好 将领带 非常温柔跟细心的 套到真男人的脖子上 好 这个动作就先向真的套住了